我那个 我睡着了 我也睡着了 老四 你也睡过去了吗 我没睡过去 不过 我的确没听见哪 四哥 刚刚还说我娘没哭 现在又改口说没听见了 老马 不许对四哥无礼 知道了 爹 对不起啊 四哥 没事 少爷 你呀 别往心里去 四哥岁儿大了 贝勒 龙马呀 你说你听到我哭了 这个不做数 因为你需要避险 小天 懂吗 我娘明明就是哭了嘛 和线上就我们几个人 我爹跟大雷叔睡着了 没听见 四哥呢 说他也没听见 问韩晓天 他多半说不知道 那这事不就麻烦了不是 这不麻烦 你和晓天歌手一夜 太太没哭 算是打平手 以后再说吧 大雷叔 这可不是平手 这是他连输两局啊 行了 国有国法 家有家规 你要再敢坏我规矩 擅自在院里乱闯 我可就 东莱呀 你要把我和你爹 当成自己的爹娘 把这儿当成自己的家 以后呢 你就像点样 是 娘 可儿子吧 不许争辩 你先到后院去 有事就找你 东上 谢谢你苹果啊 今天也要提 娘 能不能把小苹果叫进来啊 好啊 叫她进来吧 小苹果 来了 等会儿老太 以后吃啊 那个老爷太太 你们找我啊 人是你叫来的 有话你就说吧 是 爹 小苹果 我娘每天早上的床铺 都是你收拾的吧 对啊 那你今天上午给我娘 收拾床铺的时候 有没有发现什么 跟平时不一样的地方 不一样啊 没什么不一样啊 有什么不一样 小苹果 你也别着急 慢慢想 比如说我娘的枕头 你查看过没有 我去一下 四哥 哪儿去啊 去门口 今天来了一批虎 我去看看 去吧老四 四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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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马上去问完 问完我陪你看看去 好 那你 你到底查看了没有 你说枕头啊 我想起来了 太太的枕头呢 湿了一小片 湿了 你没看错 回老爷话 我没看错 我还琢磨呢 太太的枕头 为什么会湿呢 难道太太晚上 又开始空腾了 那枕筋呢 那枕筋啊 真实话 嗯 哎 老爷 那枕筋啊 真实了 您看 打扽子 这就是那枕筋 这边呢 湿了一小丢丢 中间没湿 这边呢 又湿了一小丢 然后这又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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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冰棍 你去吧 老爷太太 我先走了 你去吧 我女就去吧 我有什么叫 我交给你 是你来吧 也要我 因为 我都不忘了 不是 是 我 他们 你们 你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 mundial 当你也可以看到一定转行详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她 那枕头真湿了一小片啊 当然啊 真湿了那么一小片 怎么了 龙马 我娘昨天夜里睡觉 哭出声了 我听见了 可我爹也没听见 所以我爹我娘 她不信我的话 可是我听见了呀 你的话也微微作数 不过那枕筋湿的一片 那可帮得大忙了 真的 我真帮着你忙了 真的呀 帮了一个最要紧的忙 可是 太太晚上哭 就真的那么重要吗 三言两语跟你说不清楚 以后我再跟你解释 那好吧 那今天晚上 你还来找我玩吗 我们 勾 这四天最大劲了 等过了这四天 我找你去 那我 老爷 你看好小天 我向着龙马 我向着龙马 这样吧 咱们俩呢都退半步 谁也别固执 谁也别较真儿 行吗 老虎的爪子啊 有肉 也有利刃 他抛起小胡子的时候 利刃就缩了回去 当他抓猎物的时候 利刃出鞘 封力无比内部 你的意思我明白 两个天成 一个是胡子儿 一个是猎物 眼下咱们分辨不清 不管你多想把儿子抱在怀里 也不管你多想捕捉猎物 都不可轻举妄动啊 老爷 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我总是觉得 真相可能永远是个谜 我们抱在怀里的 不一定是真儿子 可我们要惩罚的 也未必是真恶人 真要是那样 仇人的奸计 可就得逞了 好 前天晚上我没哭 外面是龙马 昨天晚上我哭了 那外面是韩晓天吧 是的 太太 昨天晚上外头跪的是韩晓天 连续四天了 小天守的两个晚上 太太都哭了 龙马 太太一生也没哭 可就得了 太太太 这也没有哭了 老爷 该怎么处置 Laden 娘 我记得我 我便滚了 那位 那位 父亲 让你听到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我先退下来老爷 不用了 小屏哥 今晚你就在这伺候老爷吧 四哥 我还得回去伺候太太呢 不用了 小屏哥 我已经让小翠去伺候太太了 小翠 小翠笨手笨脚的 哪有我心灵手脚 是我让你留下来的 我已经跟你太太说了 太太同意了 好 我听老爷的 大雷叔 我给老爷揉揉肩膀吧 嗯 我自己告诉你 小翠 把水给我啊 是 太太 凉了 太太 我再给您换一杯新的吧 不用 不用了 那水是小苹果给我泡的 小苹果知道我的口味 你不知道 凉了没关系 放着吧 好了 小翠 我这没你什么事了 你就在这歇着 有什么事我叫你 是 太太 太太 我扶您上去吧 不用了 也没什么特别的嘛 我让你们看 噻我 我再给你 这么多天啊 我现在就在这个地方 你再给你 我再给你 重要了 你们看 我再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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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凉着了 少爷 老爷吩咐你回屋睡觉 我娘没哭啊 恭喜你 少爷 太太一夜暗眠 一生都没哭 我娘没哭啊 我娘没哭啊 恭喜你 少爷 起来 少爷 怎么样啊 怎么样 背着 少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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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ays 好 好 你探上事了 你探上大事了 我 我不是故意的 你就是故意的 你知道这是什么瓷器吗 这可是秦龙年间的瓷器 我不是故意的 你就是故意的 你别闯大祸了你 你 Turbo sessions 你 它是斯动混争的 它是崩溃但是 你不 transition 你可能会带 Lexして 你才刚才ático 你可能是吧 他们都 Fa arte 米 aka 神闺 reference 李添枪 ア事情 都不放了 以作游泳 这么白 你可真abling 飞承的 你可不存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不是 小苹果 是小苹果给太太下药 假如真有下药这一说吧 假如百惠不是下药之人 那么也只有小苹果了吧 不是 他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如果小苹果是龙马的同伙 他会借此机会 帮助龙马胜出 老爷 今晚是喊小天 小天的前两个晚上 太太都哭了 太太肯定不会再哭了 卓贼卓丧 要想让小苹果现行 必须她在太太的房间里 假装太太哭的时候抓住她 假装太太哭的时候抓住她 那是小苹果的 你怎么这么可怜 你该怎么办呢 小苹果 你说这龙马和小天 哪个是真的少爷 小姐 你每次一问我这个问题 我的心里就变好几遍 我一会儿觉得这个是真的 一会儿觉得那个是真的 不过好在 再也不用这么猜了 你这儿 你这儿在这儿 很久了 现在我给你做一下 把他想处就好了 没想到 一会儿 不过 我可以再说 我会很 increasing 已经到处理了 事情 我需要 都是 我导演一首表演 一首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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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阳 一首表演 一首表演 天生也让我念了十几年的经 也让我等一个从没磨灭的男人 我 你干吗去啊 你还没告诉我呢 结果怎么样 什么结果 守夜的结果呀 就是 龙马守夜的时候 太太没哭 小天少爷守的那两个晚上 太太都哭了 那我爹娘怎么说 不知道 这么大的事 我爹怎么都没告诉我一声 可能 老爷太太怕小姐不信 行吧 小姐 你千万别生气啊 错 小苹果 我不会生气 我不仅不生气 我反而很高兴 知道吗 这些天 我心里面一直像压着一块石头一样 我深怕我自己喜欢错人 我更怕因为我喜欢错人 连累我爹娘 让他们选错儿子 看来我爹我娘有办法 这下好了 我心里面这块大石头也落下了 我刚反应过来了 你不仅会吃啊 你还会骗我呀 买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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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你居然敢忙我 不是 天死 没有 没有 天死 没有 没有 天死 谁呀 我是你们一样 谁也都在这里 我就说不得多小姐 我错了 小苹果 你不问我这说 你不问我这说 行了吧 小姐 爸 我 Alexandra 叫 unde再多小姐 我想说我这时候 当别 Johnson的练买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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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真的喜欢人家 人家是不是真的喜欢自己 我就不知道了 你怎么跟我一样傻呀 我是个傻哥哥 怎么了 怎么办 应付一下 以前不知道是真是假还好 现在知道他是假的 我怎么那么害怕呀 你怕什么呀 他也不是针对你来的 别怕 天成 少爷来 好 少爷 我先走了 给大家拍电话 我先订阅 我先 把你的 我就站着 那我先给你 我先给你 你 就是 那你 我先告诉你 你 好 我先给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什么呀你都吃 行 你让我叫你韩晓天 那就叫你韩晓天嘛 不代表什么 那名字只是一个称呼而已 但是你以后啊你要答应我 不要这么消沉 好吗 你放心 我不会消沉的 就算我爹娘不认我 我能跟他们见着一面 也算是咬了我一个心愿了 这就算是咬了 我会借过的 不疑 她法门 我去的 她本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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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屋里藏在太太的床下 不能出洞去 是 一旦是五个人 把这房子给我包围住 房顶上有四个人 其余的在房间窝火给我守着 记住 没我的命令 不能让一个人见到 也不能让一个人出去 是 四哥 看到小冰村了 玉皇已经救了 他跟什么人碰头了吗 没有 小姐也在 是 好 你赶快回去 告诉六子同样 小平鲁到了 你们就到哪 我到底看看他跟谁碰头 是 老四并不知道 龙马主动来找西曼 说些不疼不痒的话 不过是想试探一下 他老四跟踪的究竟是西曼 还是小苹果 一事之下 龙马心里有了书 老四是在盯烧小苹果 伤害或者威胁到小苹果 这是龙马不能允许的事情 他一定要查清楚 老四是在盯烧小苹果 老四是在盯烧小苹果 是在盯烧小苹果 你怎么了 你小心烫 小苹果 你怎么了 怎么一天都没进大财的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没有啊 我可能昨天晚上没睡好吧 没事就好 吓我一跳 行了 我们走吧 陪我去对面书店买几本书 好吗 我的腰 怎么了 腰闪着了 赶紧坐下 我其他忙呀 行了 你就在这儿等我吧 那我一会儿去接你吧 你别来接我了 还是我来找你吧 你呀 就老老实实地给我坐这儿 哪儿都不许跑 听见没有 嗯 听见了 我的腰啊 我的小腰啊 真让四哥猜对了啊 把小姐都支开了 这小苹果一定有鬼 不许跑 你不许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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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俩过来帮我一下 行行 我这儿还别别 你还愣着干什么 过来帮我呀 走呀 快点 我的腰啊 疼死了 我怎么这么疼啊 你真是我们好麻烦 你等到这儿了 你们俩过来呢 你的邮組 我大人谢谢你 你现在要看你